和谐社会是两会代表和委员们讨论最多的话题 120名农民工今天拿到了拖欠三年的工资 查处非法小民养行动今天全面展开 今年的审计报告再次引发全国关注 国家重大建设项目是审计属今年关注的重点 他们是中国经济的年度骄傲 这是一年一度的经济盛会 经济半小时 关注公众利益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经济半小时 如果注意一下最近的新闻 我们不难发现广东 浙江 山东 江苏等沿海地区成了关注的热点 7月20号 胡锦涛总书记在山东青岛考察了海尔金王两家企业 同一天 温家宝总理在广东考察了民营企业 7月5号 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广东考察港资企业 7月8号 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浙江考察经济运行情况 另外一位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这一时期也在山东调研外贸与金融形势 与此同时 国家发改委 商务部 银监会 国税总局等部门也纷纷出动 展开了建国以来规模罕见的经济调研摸底 为什么这些地方的经济吸引了如此多的目光 我们的记者就来到了王岐山副总理在山东烟台调研时考察过的几家企业 去看看那里的情况 新光服装厂是三年前由一家韩国服装公司在烟台投资建设的 这家工厂所生产的纯棉内衣等产品几乎全部外销到韩国和欧美市场 公司的总经理告诉记者 他们的产品每一件的价格平均可以达到1.5美元左右 这一价格在外贸企业当中已经处于相当高的水平 画面上是新光服装公司所购买的品牌权 其中很多都是亚洲和世界范围内颇受欢迎的品牌 由于产品附加值在服装行业当中相对较高 因此烟台新光服装厂的利润一直保持在5%以上 而且产值规模连续几年都在扩大 然而今年以来公司的利润率开始直线下滑 它实际的目的量是下 但是实际现在能达到 现在目前是1.5% 但是现在目前这么个发展下去 估计到年底的话 估计能达到0.5% 0.5%就不错了 画面上是公司生产的艾勒迪斯尼等品牌的服装 由于产品的销售价格很难有上调的空间 因此工厂把以前从国外采购的原料 几乎全部变为中国国内采购 但即使是这样 这家服装企业现在也处在生存的边缘 画面上是新光服装厂投资6000多万元 简称的标准缝纫车间 加工服装用具大部分是全自动的 仅这一台特种缝纫机就价值几万元 金西彩说 投产时自己还指望着这个工厂一年能够完成5亿元的产值 然而一年下来 这家能够容纳1000多名工人的工厂 目前只有三分之一的工人在开工 当金西彩打开工厂内部一个车间的大门时 里面的情景让记者大吃一惊 实际上这个机器每台设备的那种本身的成分也是个低的 对对对对 一个一台设备多少钱 这个普通的一般的五六千有一万元 比如说在特种机器的情况上 那一定能打到五到六万块钱 在工厂内部记者看到 由韩国运来的缝纫机被闲置在厂房内部 上万平米的空间内 零星的堆放着一些货物 设备表面积满了厚厚的灰尘 这里的老板告诉我 实际上在去年这个厂房在刚刚建成 一共这个厂房有三个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厂房里面放置的却不是缝纫机 而是堆满了一些杂物 本来这个厂房设计的时候 是应该按照缝纫车间来设计的 因为在它的上面是一个一个的灯管 每一个灯管下面都是一台缝纫机 现在因为它的产量的萎缩 实际上这个厂房现在都是在闲置的 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在目前的状况下 他不知道新光服装厂还能维持多久 韩国的公司总部 现在已经在朝鲜边境的开城工业园 又投产了一个1000人规模的服装厂 而这个工厂的生产成本 要比烟台低20%左右 金西才觉得 美元贬值是影响公司利润最重要的原因 今年以来 美元对人民币贬值超过8% 公司利润也因此被侵蚀 他后悔自己签订了过长的长期订单 没有对这一隐患做出先知先觉的判断 事实上能够先知先觉的企业并不多 因为在几年前 中国的农民工的工资还很低 人民币的价格也很低 因此即使是低端的制造行业 也有相当的利润空间 但是不幸的是 几乎一夜之间 这些救生阀都被拿走了 企业的经营也由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大部分服装企业的派 他们现在就很难 几鹏 福山高新技术产业区管委会副主任 在他看来 新光服装企业所面临的危机 并不是个别情况 日前 管委会曾经对所辖区内的企业 进行了一个彻底的摸底 把300多家企业 划分为ABC三类企业 像新光服装厂这样 有自己的厂房具有品牌 而且仍旧在生产的企业 已经算是条件最好的A类企业 真正让他担忧的是那些没有固定资产 没有稳定生产能力的C类企业 一个将来的话 你债务 你没地方去找些 就是现在如果是这个服装厂倒闭以后 他欠了养老保险 欠了公司 那么他的设备 服装厂的设备 就是很 因为你是很廉价的 其他说明基本很廉价的 可能基本几万美元就可以给服装厂 但他的用户是大量的 那么这样呢 就是给这个整个社会的稳定 以及社会的一些问题了 根据管委会的摸底 C类企业的数量 在福山区大约占三分之一 在行业利润低下的时期 监督企业足额准时发放工资 执行劳动法 尽量减少企业倒闭停产带来的社会问题 使福山区最为关心的问题 一方面 政府部门在千方百计帮助企业脱围解困 另一方面 许多企业也开始积极探索自救之路 在山东的另一家服装企业记者看到 这里是一派繁忙景象 所有的生产线都开足了马力 这家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 今年公司的外贸出口虽然下降了百分之十 但公司的整体利润却和去年同期持平 我们新来许多企业集团 在这方面我们做了一个及时的调整 战略性的调整 一方面就是提高外售产品的品质 提高外售产品的这种附加值 开发高端客户 第二个方面 加大我们内销的这种力度 同时从创新具体上讲 我们无论是产品创新 无论是服务方面创新 营销方面创新 更是我们企业发展的一个核心和要点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 前面我们看到山东烟台的新光服装公司 在成本上升 美元汇率下跌的时候 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经营压力 到这里考察的国务院领导同志强调 面对当前国内外不利因素增多的新情况 要增强忧患意识 按照党的17大精神 和中央关于宏观调控的决策部署 继续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 和从紧的货币政策 落实好区别对待 有保有压的方针 那么在烟台 是不是所有的企业 都被眼下的不利因素压得喘不过气来呢 烟台的东方海洋水产品加工厂 也是这次国务院领导同志考察的重点 我们去那里看看 记者一走进东方海洋水产品加工厂就注意到 这家企业在机构设置上 与一般制造类企业 纯粹以加工为主的方式不尽相同 在这个企业的楼层分布图上 我注意到了 在各种各样的办公室里面 最多是这种研究室 像鱼类研究室 贝类研究室 藻类研究室等等 实际上这儿的人告诉我 这个东方海洋最早是脱胎于一个研究机构 而研发能力比较强 也正是这家企业现在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东方海洋在多个海产品育种育苗方面 都处于国内最高水平 全国水产品员两种审定委员会 一共批准了四个海带新品种 而东方海洋培育的品种就占了三个 除此之外 海水与育苗 海参育苗都在全国市场占据着重要的份额 这类产品利润率可以高达60% 这种利润水平在制造业企业当中是相当罕见的 除此之外 公司的另一项食品加工业务利润也比较高 保健高利润率的产品 我们一部分产品直接进超市 还有一个我们的三海食品 主要是对一本市场 那么那里面加工的一些调理食品 烘烤食品 这个产品的利润率高于10% 可能有一部分能见到78%的样子 是什么让这家公司获取了高额的利润呢 画面上是每一个食品加工工人进入工厂前要完成的工作 清洗消毒 每一个步骤都严格按照流程进行 并且由专人负责监督 在加工厂内部 所有设备和加工程序也完全遵照国际规范进行管理 正是这些精细的环节保证了他们的产品能够通过各项认证 直接进入国外的超市销售 赵宇山认为高质量的产品是东方海洋能够保证 高利润率的关键 在他们看来 国内大部分水产加工企业最大的瓶颈在于 产品的附加值低 生产环节粗放 利润水平低下 赵总告诉我说 实际上在车间里面生产的 雪鱼和红鱼 每加工一袋冻鱼 所赚取到的利润只有几个每分 实际上呢 公布美价廉的中国商品 让国外的消费者享受到了低价格高水平的生活 也为咱们国家带来了大量的外汇 截止到2007年底 我们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 排名仅次于美国 德国和日本 位居世界的第四名 但是现在在劳动力价格上涨 以及原材料价格节节攀升 人民币汇率一直走高的情况下 中国的传统制造业 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重压力 人民币升值并不是影响企业生存的唯一因素 由于基准利率的提高 东方海洋每年要多付出500多万元的利息 加上用工成本和原材料价格的上涨 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 公司近2000万元的收益将会受到影响 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公司不但没有压缩开支 反而新进投入了600万元 准备组织一种新的产品 胶原蛋白的实生产 赵宇山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目前他们通过培训和评比等办法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水产加工的成品率 但是依靠这样的办法挖掘潜力 顶多只有1%的增长空间 而新产品利用了他们厂食品加工的废料 深海鱼皮 这一试验一旦成功 就有可能让产值提高近三成 利润率更是高达60% 现在鱼皮的价格不到3000块钱一吨 也就是我们鱼皮通过加工以后 它的产值最小可以增加10倍以下 搞得好的话可能整进了20倍 这也算我们水产品精心加工的开始 水产品的精深加工是行业进行升级的一条新路 目前我国的水产品虽然在产量上位居世界前几名 但是附加值高加工程度精的水产品 比如像深海鱼油 胶原蛋白 以及各种方便的水产食品 在我国的开发和生产都非常欠缺 赵玉山认为 东方海洋能够在行业业务萎缩的背景下 获得较高的收益 主要得益于产品的开发和升级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 从事水产品精深加工的东方海洋 也同样要面对汇率变化带来的巨大损失 但是刚才我们看到 通过加大科研投入进行产业升级 开发附加值更高的产品 他们的竞争力不降反升 不过对一些发展比较成熟的企业来说 要想都像东方海洋一样 一下子开发出利润极高的新产品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类企业又是靠什么来渡过难关呢 我们再来看看国务院领导同志 在烟台考察的第三家企业 位于烟台的上海通用冬月汽车有限公司 是王岐山此次调研的又一家重点企业 这里的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 冬月汽车所生产的雪佛兰景城 乐城和乐峰的系列轿车 已经有25种车型 并且在这样的基础上 雪佛兰每年仍在不断地推出 新车型和原有车型的升级版 但即使是产品不断更新换代 公司也很难获得高额的利润率 王永庆认为汽车的暴力时代已经结束 冬月汽车2007年 有12000辆整车出口 15万辆汽车内销 美元贬值 原材料上涨 这些不利因素 同样也给他们造成影响 原材料钢材价格上涨了7%到10% 但是汽车价格在短期之内 却几乎不可能上调 在这样的市场背景下 冬月汽车在内部推行了一种 在国际上称之为精益生产的方式 不仅不开灯 依靠天窗进行采光 而且厂房内不开空调 由于通风管道能够及时的换气 记者在厂房内并不感觉到闷热难受 虽然都是一些很小的举措 但由于冬月汽车规模庞大 因此仅这两个小项 每年就可以为公司节省近3000万元的费用 这也是提高权的 这也是精密生产的应用 非常就是最基本的 就是阅读车单的这个时间是一秒钟 一秒一看不知道 看一下怎么装 然后贴标签安装那个什么 贴标签的时间是五秒钟 安装一个坐垫的时间是六秒钟 六秒钟就要把这个坐垫装上去 把一个自检 接下来就自检 自己检查一遍 故事都到位了吧 还不到的就要再配去 再配去 寻求精硬生产的管理模式 可以说渗透到公司的每一个环节 在现场记者看到 绝大部分汽车配件 都是使用金属固定架运送到厂里来的 负责人介绍 这也是精硬生产的一项改进 原先所有的零件 也是通过一次性的包装箱运输 进行精硬生产管理以后 公司专门订购了 可以固定零件的金属架 在完成运输任务之后 还要回收支架再次使用 这一方式比起完全用纸箱运输 又节省了几千万元的开销 在厂房内部 当记者向一个驾驶物流运输车的工人 了解信息化物流方式时 这个工人向总经理提出来 他的弹性时间只有45秒 如果耽误的时间过长 就会给生产线上的效率带来影响 望着工人远去总经理向记者感叹 冬月汽车去年生产轿车15万辆 产值100亿元 利税达到了14亿元 精硬生产在其中贡献了不小的分量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即使是像汽车制造行业这样 资金投入大 技术门槛高的行业 要想维持5%以上的利润率 也都相当不容易 寻求精硬的生产管理方式和技术创新 无疑已经成为当下国内环境和国际社会 所要求的趋势 人民币升值 原材料人力成本的上涨 让很多企业的生存压力突然变大 像我们的节目中看到的 甚至连汽车制造 这样资金技术门槛都非常高的大企业 都已经走进了低利润时代 胡锦涛总书记在山东调研时强调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总体趋缓 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 这不可能不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温家宝总理在考察广东民营企业时 也表示 当前经济运行还存在不少突出的矛盾和问题 要增强风险意识和忧患意识 努力实现经济平稳快速发展 控制物价的过快上涨 从中央领导到各级政府部门 近期展开的密集调研 串联起了外贸 金融 汇率 能源 外资 这些中国经济的关键词 要迎接这些挑战 一方面需要企业根据自身条件 开源节流 提高技术和品牌的竞争力 获取更多的利润 另一方面也需要我们保持客观理性的态度 冷静面对经济发展中可能出现的波折 毕竟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并没有消失 中国经济的生命力依然顽强 管理层也正在对宏观经济好卖 开出旧质的药方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 经过这场考验 中国经济只会变得更加成熟 不仅要习惯顺风顺水 也应该知道如何去逆水行舟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再见 感谢观看